今天在新政府就臨 臺國開盤需要去八十點 不理會賣也出現 保重擺盤 對立候控訴年開始 過去五立候總統就致臺國起的機會 是差不多六勝 總統出院門 主持八年 臺國起後是一點六二倍 不理會下午第四 臺灣還有通篷 薪水給通篷加起這些問題 通過基礎慶管 如何檢照並有插孤 是新政府要面對褲底 臺國應該是朝向多方發展 但是因為之前漲幅比較大 稍微休息一下 等待新的一些情勢的變化 看有沒有機會再往上走一段 出席上前自控控訴年開始 過去五次就輸了經驗 我自控總統就職這一天 台國收起三次 起的紀錄差不多六勝 其中自控一二年 我自控馬英九第一任期 台國基礎已經來到七千一百 九十二點 二三點 現在總統蔡英文 主政八年 台國前自控一六年 五月二十八千一百三十一點 到第二任期的五次控 已經來到一萬九百零七點 到今年五月十七下人進場 失修在兩萬一千二百五十八點 其中大起一萬三千一百六十二點四九點 起一點六二倍 如果超破兩萬點的大關 也創下入輸信管 不過學者也拿刺 在台國不斷創新管的時候 台灣通貨碰重的問題要是存在 加上民眾薪稀少去由通貨碰重吃掉 通貨的基礎也帶在牙關 如何感謝民眾賓富的差距 也是新建戶重心了後愛民党的割地 繼續總核佛的